我今天搬出来我的大凹子 现在超级暖和 也不知道有什么开的 挺丑的 这是我们鸽儿里的 当趟一个比较过旧的小鸡 肉耶 开心吗 吃肉 finish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 商场里面的店都关门了 然后现在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天台上面散个布 我囤里的东西放在中国就是城墙解科部那个档次 逛逛逛到我们学校的一个不知道什么鬼 嗨 然后这个楼算是市中心长得比较好看的楼了 等车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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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栋楼是我们学校最早的一栋 这是个宿舍 是1930年间的一个宿舍 那边是体育馆 天气太冷不想走过去算了 我们现在回我们自己的楼 小哥哥你买了什么 香薰 好呢 还行吧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楼 我们的楼是全校第二楼 是1961年建的 反正破家完事了 我来说 我来说 好 吧 欢迎 这是我可爱的情侍 这是我可爱的室友 他的东西 我东西有点乱 回家 回家 睡觉晚安 晚机夫拿去洗了 然后现在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楼里面的洗衣房 洗衣房 洗澡的一个卫生间这里面的码桶 所有的娱乐 然后那个就是抬球桌 乒乓球桌和洗衣房都在地下 就是basement 然后这里有study room 就是经常会有人来这里学习 我们也经常来这学习 偶尔会在这里煮个面上的 这边就有个抬球桌 然后有个乒乓球桌 怎么不聚焦呢 就是一个公用的娱乐室 然后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寝室里面三个小孩子 这个是小兔兔 这个叫扁扁 因为他很扁 这个叫罗小黑 因为这个娃娃他就叫罗小黑 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桌子这么乱吧 这是耳机 因为我室友睡得比我早 所以他睡着了之后玩手机就要戴耳机 这是我前两天学习留下来的 你看看这是上个星期学的会计学的复习的东西 对没错就这么多 然后这是另外一门课复习的东西 我前两个星期就一直在考试就没有停 然后上个星期六考了一门特别重要的考试 复习了整个五天 然后这个星期我有三门 就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我有三门期中考试 然后星期一考了一场还挺简单的 然后星期五考的是数学 星期六考的是一门文科 然后那门文科两个小时考了一百道选择题 一百道 你没有听错 东西我觉得还挺酷的 这是他的蛋白粉 他的 serial 他的燕麦 麦片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 就是protein bar 因为他平时特别喜欢健身 所以他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日历 是一个白板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写 你每天要干什么 然后他特别喜欢放一些小装饰品在这里 你看是他的照片 这个是他 这个长得最高的是他 我室友大概有个一米八三那样子 就我们俩站在一起他在这 然后我现在要卸个妆 然后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个妆 然后我现在去把妆卸了 然后去洗个澡 然后就chill out一下 休息一下看个电影 拜拜各位 大家在武汉吃好喝好